回到学校上课了 学生们依序进入校园 第一关就是到中庭 进行体温量测和手部消毒 接着进入教室后 也立刻拿起抹布消毒水 擦拭门把和客桌椅 还有厕所水龙头等加强清销 开学之后学生进来 我们会遵照市府的防疫指引 每两个小时 在长碰触的地方做清销 但是我们学校定的时间都会比较明确 比方说在早智休一进来 还有十点还有中午吃完饭 还有下午两点放学前 所以我们一次可以做 一天可以做这几次的清销 由于高雄市最近还是传出新冠疫情 国小延后开学 但国高中仍如期开学 左英高中不敢大意 备足所有防疫物资 除了市府教育局分配的物资之外 左英国中也在家长会的协助下增购物资 让学生能够随时取用 做好清销工作 消毒水是每天无限量供应 只要学生或老师觉得哪边需要消毒 就直接过来这边学务处全面取用 这是每个班级都有的一个防疫盒 里面有额温枪 还有酒精以及漂白水 还有备用的口罩 所以所有的防疫物资如果有什么欠缺 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够掌握 比如说消毒液 口罩或者是杀菌相关的 甚至额温枪等等 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就跟学校配合得很好 为了确实掌握学生的身体状况 校方还为每个班级制作卫生健康班级手册 记录每个人的体温状况和防疫物资申请情形 在教室上课时 学生们也都戴上口罩保持教室通风 但第一天上课仍有少数同学请假没有到校 初步掌握的话 目前每班都已经都到校 那除了少数几位因为生病 那落实生病不上学的原则 所以大概十几位的学生没有到校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有联络到家长了 我们全校大概1800位 那今天到校的话大概是99.95%左右 经过春节假期和寒假之后 高雄市人有本土个案传出 但为了不影响学生受教权 高雄市国高中仍如期开学 希望在加强校园防疫之下 学生们能够安心求学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